看你直擊日本浴場 你可以看到非常精緻的浴室 畫面映入眼簾 但是夏天要怎麼經營來客樹 就直接點出 其實早晚的溫差 可以插到十度左右 到晚上溫度就驟降十度左右 遊客來泡湯 興知不減 溫度也剛剛好 今天晚上我們吃飽飯 那個也差不多在二十度左右 那個差蠻大 不過非常舒服 泡湯這個沒有問題 我是在房間裡面泡湯的 對 因為他的房間的那個湯屋 其實是看得到那個景色的 很漂亮 晚上氣溫偏涼冷 遊客泡湯暖身子 已經不分夏季冬季 當地溫泉飯店 甚至也有人見人愛的龍貓 來獻蹤 因為動畫大師宮崎駿 曾來泡過也讚不絕口 甚至特別畫了龍貓 輕筆畫來鄉鎮 鞭炮大食溫泉 龍貓香水 也吸引不少動脈 迷到場朝聖 其他溫泉飯店 也推出吸引人的清爽套餐 顧客到溫泉飯店 經濟業者也替他們營造奢華享受體驗 另外當地溫泉對神經痛 慢性皮膚病有緩解之效 過去用作治療受傷士兵 浸泡後流血染紅 又被稱作赤犬 米澤泡湯魅力不分冬夏 三線新聞高溫宣消民 日本採訪報導